上回书说到罗承中了大刀苏裂的毒计 背线重围了 罗承是威武不屈 扔枪下马摘盔卸甲 苏定方啊 你可要知道 先死容易 后死难 我罗承一死 将来准得有人给我报仇血汗 来吧 我情愿受见而死 嘿哟 苏裂手下的冰冰这么一听啊 没有不佩服罗承的 苏裂 看着罗承 又佩服是又生气 心说 我把嘴皮子都快说破了 你就是不听我的 事已至此 那可没办法了 来啊 他把这帮子一敲 邦邦邦邦邦 命令下来 就在这一时会儿 四面八方 这剑就如同宇宙飞黄 罗承啊 一会儿的功夫 身上的剑就满了 连苏裂都不忍得看了 可怜智勇雙全 功高盖世的美英雄罗成 就被乱剑射死在周西坡下 罗成已然死了 苏烈赶紧命人明罗停止放剑 这时候跟着罗成的十二个亲兵 被生情活捉了 苏烈就让这些兵 把罗成身上的弩剑给拔了 给他穿好了铠甲 苏烈早就给罗成背下了一口棺木 把罗成装进棺木之中 没下销 而且苏烈就给这十二个亲兵 每人二百辆银子 让他们把罗成的棺果 放在一辆大车之上 枪也放在大车之上 就让这十二个人把罗成的光果 运回山东历城县 罗成的事情刚安排完了 十二个亲兵赶着大车走了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人跑到苏联面前 报 王爷 唐朝的秦王李世民 元帅秦琼帅领大队人马还朝 购奔同官来了 嗨 苏烈躲脚了 这是该找唐朝国运大兴啊 我们没有机会了 咱们可不能在这等着呀 来呀 撤兵 口北王福克宗坛 赶紧来找苏烈 咱们赶紧走吧 不然的话 李世民回来 咱们腹背受敌 是啊 王爷 咱们哪 撤 撤到雁民官 告诉你 那有突厥狼主作为后盾 咱们就不怕唐军了 好好好 只好如此了 苏烈传下命令 大队人马念溜溜 把羊起来走了 他这一走 建成元吉得报了 嘿嘿 建成一乐 我说兄弟 大唐国运 鸿福齐天呐 苏烈扯兵了 哥哥 这是李世民回来了 我二哥回来了 不知道罗成怎么样了 兄弟 赶紧派人打听打听 哎 元吉派人一打听 才知道罗成 在周西坡 被乱剑 撤身了 哥哥呀 这件事 可不能 告诉父王啊 没关系 兄弟 听我的 我给你憋瞎话 建成憋了瞎话 给他爹 李渊 上了一道折本 说罗元帅 接连两天 打了胜仗 第三天 不听我们哥俩 圈祖 一心恋战 没想到被苏烈 又到周西坡 被乱奸 射死了 请父亲你 对 魏国尽忠的 罗元帅 下诏表彰 对他的家属 抚恤 从幽 嘿 这武德天子 接这折本 才知道 永国公 已然惨遭不幸了 马上派 刘洪基 段志贤 赶奔铜关 接手铜关的重任 让建成 元席还朝 这两位国公 不敢怠慢 收拾收拾 到铜关 走马上任 可建成 元席害怕呀 这玩意儿 要是我们哥俩 把罗程 轰出关去 不开关门 这件事 传出去 可就麻烦了 得放送消息 两个人 马上 往下传语 街头巷尾 茶官角色 不准妄议朝政 如果谁要妄议朝政 杀 虽然如此 像这种事情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同关 里外的老百姓 就全都知道了 刘洪基 段志贤 两位国公 到了同关 只是跟建成 元吉打交道 就没有查访下情 也不知道 罗元帅 到底是怎么死的 咱们 再说 程咬金 程咬金 听懂 二辽 辽 说到罗程 在周西坡 被乱剑 全身 程咬金 哎呦 一声扑通 忘好一扬 就背过气 去了 二辽 他爹下坏了 哎呦 二辽 你还聊呢 你瞧这位墨爷 哎呦 坏了坏了 哎呦 爹赶紧叫 赶紧叫 这个儿俩好容易 把程咬金叫醒了 老兄弟啊 你怎么死的 这么惨呢 这二辽一听 我说墨大爷 这是怎么个茬啊 二辽啊 告诉你 我不姓墨 我老了 才姓墨呢 我呀 姓成 我叫程咬金 大唐国的 双凤 卢国公 哎呦 哎呦 功也到了 这爷俩赶紧 要跪去磕头 程咬金 就把老爷子 跟二辽扶起来了 别多理 起来 起来 程咬金 就把自己 便服私房的 原由说了 二辽啊 你赶紧 带我到周西坡去 看看罗元帅 遇难的地方 哎 天亮 我就陪您走 当天夜里 程咬金 住在 董二辽的家 第二天 程咬金 上了马 董家父子 跟着 拿着 敲拿着 搞 一直来到 周西坡 打听到 罗城的 遇难之处 三个人 在石头缝里 找啊 往地下跑啊 收集了不少 贱弩 和偷甲锥 程咬金 把这剑杆 拔了 然后 留下剑头 就把这剑头 弩跟锥 包在一个 小包裹里 积在身上 跟着这爷儿俩 返回了 董家庄 二辽八 我就问你一句 你有胆子 没有 成功也 我胆大着呢 好 过几天 你跟我上趟 长安城 到金鸾打殿 啊 跟我的天子聊聊 罗元帅 背屈含冤的事 你敢不敢去 我敢去 罗元帅 为国尽忠了 难道说我二辽 为忠臣 说几句话 我都不敢吗 公爷 趁这机会 我呢 也去看看万岁爷 看看金殿 什么样 二辽的父亲说话了 公爷 您为什么非得带我儿子去建家呀 老哥哥呀 您可不知道啊 这个武德天子 他个互犊子呀 没有见证 他向着建成 向着元吉 这回让二辽跟我去 您放心 不会白去 只要他敢聊 嘿嘿 我们贾家楼的哥们弟兄就得保他 皇上得赏钱 我们呢 也得掏点银子 帮您治办点产业 哎呀 公爷呀 您说这话可就远了 我们可不是为银子呀 二辽也说话呀 公爷 您放心 我绝不为银子 上金殿之前 您给我弄壶酒喝就行了 我喝酒 脚状怂人胆 嘿 我就聊得欢了 好 咱们就怎么办了 程耀金在董家庄 当隔了几天 然后带着董二辽 穿过铜关 到了唐军大营 给董二辽 换上一身当兵的衣裳 安置到帐篷里 嘱咐 董二辽 一个帐篷的兵 不准走漏风声 然后呢 他进官来到率府 秦琼跟徐茂公正着急呢 这程师弟怎么还不回来 程耀金这时候正好进门 秦琼站起来了 司弟啊 这几天走访 访出什么来没有 程耀金一看 寺外没人 二哥呀 我说出这件事来 您可不准哭 千万不能惊动建成远己 连秦王千岁都不能让他知道 啊 司弟你说 我绝对不哭 三哥 你也别哭 啊 我不哭 我不哭 你说吧 程耀金这才放递的声音 把听到的事学说一遍 秦琼听完了 扑通一声就败过气下来 徐茂公两只眼睛都直了 程耀金赶紧把二哥扶起来叫醒了 秦琼是不敢放声痛哭啊 这眼泪是一顿一顿往下掉 司弟啊 事情已然明了 怎么办呢 二哥呀 这俩小子不是说了吗 到长安城金殿之城见他爹 他才能说出永国共罗城的事吗 咱们呢 跟着金殿说理 我呀 带着证人 还带着证物呢 程耀金把事情一说 这哥儿仨就商量好了 如何上殿面君 然后各自回房 睡得着吗 秦琼徐茂公睡不着 成的爷爷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起来 李世民来看秦琼 二王兄 您的身体好点了吗 哎呦 二千岁呀 这些日子 扶咬江扬 腰也不疼了 身子骨也硬愣了 我想时间耽搁的不少了 咱们今天起兵还朝吧 李世民巴不得早一天还朝呢 好好吃完早餐饭 咱们马上整队出发 李世民跟秦琼 就把通关的房屋 又向刘洪基段志贤交代了一番 然后传下口语 启程 建成元吉呢 也跟着一块还朝 全都准备好了 三声炮响 大得人马 离通关回长安 等到了长安 兵丁呢 就在郊外 闸营待命 李世民跟建成元吉 一块回宫去见父王 秦琼秦叔宝 跟这些哥们弟兄呢 就暂且住在兵马寺 过了两天 第三天 文臣武将来到朝房 一会儿的功夫 龙凤鼓响 景阳中壮 武德天子登殿了 英王 秦王 齐王 三个人 在龙叔岸旁边落座 文武官员 来到金殿 参王败嫁 然后分立两旁 咱们书以简洁为妙 李世民呢 就把在湖广乡阳 大获全胜的事情 奏给父王 唐天子李渊 李渊很高兴 皇儿啊 你英明果断 又有秦元帅 足智多谋 众胆将英勇善战 你们能够平定精处 胡广襄阳王举国归墙 哎呀 这是我大唐之喜 朕一定要论功行赏啊 哈哈哈哈 李渊很高兴 就在这时候 英国公徐茂公 出班贵道 臣徐继见驾 由本起奏 啊 徐先生 由本当面奏来 平身来赐座 那时搬过隆敦 徐茂公说了一声 谢万岁 徐茂公坐下了 万岁 我们随着秦王千岁 奏凯还朝 到达同关 可没见到 永国公同关大帅罗城啊 曾经问过英王跟齐王二位千岁 罗城上哪儿去了 二位千岁说了 回到京城金殿上 请万岁名誉 便知分晓了 万岁 您知道罗城现在何处 哎呀 徐先生啊 因为罗城是你们的洁白弟兄 朕这两个皇儿 一定怕你们难过 所以才没敢名言直讲 你既然要问呢 朕说出这件事 你们可千万不要着急呀 万岁尽管名言 臣席耳恭听 李渊这才按照 建成原籍荒暴的折本 把通关的战士 跟罗城汤公恋战 被乱剑射死在周西坡的情形 说了一遍 哎 罗元帅为国尽忠 朕呢 一定要从幽辅恤 对他全家大小 都有一份封赏 既如此 臣徐继 替罗城兄弟 谢谢万岁 秦穷这时候 眼泪在眼圈里转 在龙叔案前跪倒 万岁 看秦穷 由本起奏 哎呀 秦元帅 平身 此作此作 你有何本奏 那时又搬过一个龙墩 秦穷坐下 谢万岁 秦二爷 就把程咬金查访到的罗城遇害的实情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 万岁呀 要不是英王齐王有意加害罗城 罗城是死不了的 这件事还请万岁详查 秦二爷一说 朝堂之上的文武群臣全听明白了 贾家楼的弟兄权气坏了 李世民心说 我这两个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呀 你们怎么一点人事都不办呢 看起来今天这事可不好办呢 我在洛阳城领教过 要是把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给惹翻了 嘿嘿 弄不好朝中非大乱不可呀 李世民看着父亲 李渊也大吃一惊 建成元吉 我问问你们 秦元帅所奏秦星 是真的吗 建成元吉站起来 赶紧跪下了 哎呀万岁 我们上的折本聚集事实 我们哥俩跟罗元帅没有挂格 我们怎么能害他呀 秦元帅妄奏不识 乌高孩儿 还求万岁为儿臣做主 这俩小的能认账吗 卢主寒爷是肉烂嘴不烂的 李渊就跟秦琼说 元帅呀 你跟英王齐王 各执一词 姑 难以决断 建成说话了 父王 秦元帅说海尔加害永国公 他要什么人证物证啊 这李渊呢 就是向着儿子 招啊 秦元帅 你有什么证据吗 秦琼心说有证据 但是我不能说 秦琼假装没有证据 哎呀 这可 程耀金 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陈程耀金 建家万锤万难锤 李渊心说糟了 李渊一看 程耀金跪倒 他可知道 这麦丝严的不好对付 前者遇过 元眼功 就属 程耀金 伎俩 他把建成手中的 小红旗给抢走了 抓住了把柄 弄得两个黄儿 张着大嘴 没话说 李渊定了定神 陆国公 你有什么话讲 万岁啊 您问到秦元帅 所奏之事有证据 这证据 是我程耀金 有打通关外头 老百姓当中 这样打听出来的 我仿到哪 哪都这么说呀 跟秦元帅说的一模一样 老百姓 为英王齐王 二王害死 罗元帅 心中愤愤不平 您这两个儿子 英王齐王 传下一条命令 街头巷尾 茶馆九色 不准妄议朝政 谁要说 罗元帅这件事 捉取就杀 万岁 您问 您问问 这二百千岁 有这事没有 李渊听了之后 是又气又狠 脸上一会儿 蓝一会儿白 哎呀 坚程转机呀 现在又有双凤 鲁国公起奏 你们还不从事将来吗 哎呀 父王啊 他们可都是磕头的把兄弟 啊 他们伙同一气 彭比维艰 就凭鲁国公这么一说 难道说 就能把身杀给改了吗 不可能 我们不会害罗元帅的 成有金急了 万岁 干脆算办 我呢 找一个同官的老百姓 让他上金殿 当面跟您说 什么叫我们伙同一切 什么叫彭比维艰呢 甭管您这俩儿子俩王爷怎么说 会说的不是会听的 当面对正 哎 黄爽老爷子 您一听就明白了 好 陆国公 你就带一个庶民上殿陈词 哎 灵旨 程晓金站起身形 腾腾腾走下金殿 去传唤正人董二辽 程晓金到了宫门这 哎呀 给我到兵马寺去传唤董二辽 时间不大董二辽来了 参见公爷 嘿 我说二辽啊 我可跟皇上老爷子说好了 你在金殿上你敢不敢说 你出阵不出阵 公爷 咱们爷俩不是说好了吗 您放心 嘿 今天早上起来 您给我预备的韭菜啊 我酒也喝了 菜也吃了 这酒壮胆子呀 您放心 我该聊什么聊什么 我准备给罗大帅说话 为罗大帅明冤 好嘞走 程晓金在前面 董二辽在后头 两个人腾腾腾往里走 进宫门来到金殿之上 这董二辽啊 可不敢看哪 普普通通老百姓来到金殿上 他敢睁眼吗 程晓金拉着他 二辽话 跪下 程晓金跪下了 董二辽在旁边也跪下了 程晓金说话了 万岁爷呀 在我旁边跪的 就是董二 他是个普普通通 老百姓没大名 因为他爹姓董 他是他爹的二儿子 所以都叫他董二 小名叫二辽 这程晓金可没说 因为他会辽辽出个董二辽来 二辽啊 快给皇上磕头 哎 这董二辽 碰碰碰磕了几颗头 董二 给皇上磕头了 这董二辽一上店呢 何朝的文武 看董二辽 这李渊也注目观桥 就要瞧这二辽 身高在七尺开外 长得挺瘦 灰布的衣裳 灰布的裤子 头上挽着发作 黄脸台 两只夹座的鞋 李渊用手一指 董二啊 你既敢上殿对证 那么不知你如何对证 董二辽 要为罗元帅讲清事实 李渊如何处理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